一大片燈籠海充值著濃濃的中秋節氣氛 這裏是元朗大橋街市 裏面掛了過千個傳統紫薩燈籠 當中有大家熟悉的白兔金魚和洋土燈籠 亦都有比較新穎的款式 例如大象、海豚等 形成一條長四十米的燈籠街 就好像重現古代的彩燈會盛況 吸引了不少人來拍照壓力 令燈籠街人來人往非常熱鬧 因為就是中秋節 小朋友買了燈籠 很開心 這些傳統燈籠是否都想讓人知道 這幾個燈籠 放了燈籠是否很有中秋節氣氛 是呀,上條街很漂亮 拍照也好 今天是否特地過來這裡拍燈籠 是呀 為何會來的 很懷念香港 因為我是香港人 香港出生 移民了新加坡31年 燈籠街這個傑作 原來是出自街市入面 向足浦老闆娘陳太 首造燈籠近四十年的陳生陳太 原來八十年代開始 就已經這樣擺放燈籠 本身我都很喜歡燈籠 你看燈籠真的很漂亮 這些懷舊款的燈籠 已經很難再有 因為這些原材料都缺乏一些 還有做這些行業的人 都很少人入行 很少人入行 所以你們在外面很難 拿手做的懷舊玻璃製燈籠 就算有遊人只拍不買 老闆娘都毫無怨言 而且任影不漏 我們自己都很開心 人們這麼開心 又這麼遠 這麼遠都來 不介意 人們給五色來拍照 不介意 有時我都主動幫人拍攝 期間限定的燈籠街 只會在農曆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出現 想親歷奇景就要留意 否則就要再等一年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